何歡山武嶺下冰線了 趕上這波的民眾開心合照 大呼從前一天十二點就騎車出發 超值得 太夜十二點 騎摩托車會不會很冷 超冷 我覺得滿開心的 第一次趕快學 聽說我寒流就上來了 最冷寒流來襲的確超冷 武嶺清晨只有約零下一度 更從五點多開始 斷斷續續下起了冰線 每個人衣服上都撒上了白色糖霜 植物更結滿了霧松 化成雪白世界 更有人準備了三天份的乾糧 計劃在山上閃購三天雪 每一次下雪我都會上來 四個月就來十次了 預算是三天 就是到寒流過去 太陽出來 濃霧吞去 陽光灑在山坡上 霧松暫時退場 但氣溫還是在零下 有不少機車族衝上山追雪 但警方也提醒 接下來兩天 路面仍有可能結冰 還是要準備雪鏈 小心行駛 而在清淨農場 太冷了 可愛的綿羊 也要穿上衣服遇寒 尤其如果剛剪完羊毛 失去厚毛保護 這時牧羊人就會幫小羊 穿上衣服 協助保暖 不用擔心羊羊們會感冒受動